你是不是像鬼哥那样看《蓝儿当入津》大的呢? 你有没有因为这部漫画买回那些Air Jordan的复刻版呢? 那个鬼哥又来了 由井上鸿然主理的《蓝儿当入津》电影版 The First Slam Down即将在1月在香港正式上演 我利用了Google Translare 看了很多不同的YouTube影片 例如Twitter、Yahoo上面 那些日本网友看完出来的comment、观后感 就去翻译了一些他们的意见 这条影片就为大家率先报道了 首先今次这部电影是会集中在全国大赛的第三回合 《双北对山王》这一场比赛 《入津迷》也知道《双北对山王工业》这一场比赛 是整个《蓝儿当入津》里面 一个其中最经典的比赛 所以如果你是那些鱼注、仙道、 或者藤真健司的粉丝的话 今次这部电影就会令你失望 他们没什么出场的 其中一样 好像鬼哥那样 《入津迷》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今次电影版用3D的手法去呈现2D的漫画 究竟出来的效果行不行? 那些日本网友就说不用担心 今次电影版用3D的方法去呈现球员 是做得更加真实和势利的 他们的大球、转身、射球时的手指尖的动作、假动作 这些东西用3D的方法去呈现 甚至是比2D漫画更加真实和更加像一场现实的篮球比赛 这一点其实从那些预告片里面都看得出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球员混球、射球都看上去很有真实感 所以这一点我都挺期待的 另外电影版是比漫画版大幅删减了很多对白 球员和教练、甚至观众的心态 很多时候都是用表情、肢体动作去呈现的 由此大家就可以幻想到 其实这个电影版是比漫画更像一个真实的篮球比赛 简单来说就好像你进场看一场真正的高中篮球全国大赛的比赛 就是你看一场真的篮球比赛 会无端端看到他们讲很多对白 射球前讲很多回想以前的往事 就是我们不是在看足球小将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 我会期待是进去看一场很实实的 很真实的 好像进入一个篮球场 一个室内篮球场 看一场真正的高中的全国篮球比赛 另外有一件事我都看到很多人赞的 就是它的音效 因为这部电影是否能够令观众置身其中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音效 我看观众说 譬如球鞋踏地板的声音 拍球的声音 球鞋的咳咳咳咳咳声 拆板的咳咳咳咳声 都是做得非常真实的 我想这么说 如果要鬼哥去概括以上的comment 我会用自身其中四个字去形容 日本的观众其实事前就很担心 因为其实全部很多角色都换了配音源 但是看一些comment 看完出来的观众都说 这点是完全一素而空的 所以我担心 全部新的配音员 他们的配音都是很出色 很入气 而且是充满了感情 充满了热血 电影版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背景音乐 其实是用得比较克制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会说长期打球的时候 有个背景音乐占底 很简单 你们去看一场真正的篮球比赛的时候 都不会长期有音乐占底 当然 在一些关键的善情时刻 他都会起一些热血的背景音乐 让我们哭哭 另外有一件事要留意 漫画版的主角是鹰木花岛 而今次电影版The First Slam Down 他的主角是这位 没错就是功成良田 在这场双北对山王工业的大战里面 是会穿插着功成良田他的成长和过去的 这位在充成长大的控球后卫 他的偷波和控球的技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看到他左耳常戴着耳環 究竟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这段在漫画版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内容 都会在这次The First Slam Down里面交代给大家 所以其实有留意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有些poster 都是功成良田放在中间 好了 鬼哥综合了这么多的意见之后 得出来的整体评语就是说 其实今次这部电影都是很热血的 他可以说是用一个比较新鲜 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 去交代在漫画这段 《湘北对山王工业》这一场 这么重要的比赛的背景故事 我这样看 就是看漫画有看漫画的感动 作为入津迷 我都会很想入场去看看 井上老师如何用另一个角度 去再次感动我们 我有留意到 那些留言也有说到 如果你是男人进去看的话 你眼濕濕的机会是很高的 对于看《男儿当入津大》 《大的鬼哥》来说 就不用说了 我一定会入场捧场的 这部电影就在2023年1月12日上映 看完之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影评 好吗? 你是否像鬼哥那样 看《男儿当入津大》 你有没有因为这部漫画 买回Air Jordan的复刻版 里面又有哪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呢? 记住在下面留言区 告诉鬼哥 下次见 拜拜